大家都知道大清的末代皇帝是溥仪 而这一位就是末代太监 他说他看到皇帝的大婚 他高兴的一夜都没睡觉 那个婚宴的场面盛大的不得了 打心眼里 他为大清的繁荣昌盛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感觉大清国会一直这样强大稳定下去 再执政了一二百年都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样的想法和现在的这些小粉红特别的相似